正好 剛剛看到的是韓國瑜不說中國 然而中資或者是地下會對 或者是中國的界選 乃至於這次國台辦劉潔一帶頭反滲透法 事實上中國的各式各樣的滲透跟力量 影響台灣這場選舉 是 層級已久的兩岸議題 不負眾望成為了這場總統大選 最後的壓軸大戲 過去我們討論這種殺死農舍 豪宅這種不入流的議題 終於可以全部被我們拋棄了 那不是總統應該討論的 總統級的選戰就應該談兩岸議題 兩岸議題沒有搞清楚 兩岸定位沒有搞清楚 完全沒有資格當台灣人的總統 所以第一個人跳出來叫做曹新成 曹新成兩岸公道博 並不是因為曹新成很公道 是因為他是一個退休 而且有錢的新加坡人 對他來說他完全沒有任何包袱 他也沒有後路的問題 所以他在以所謂的兩岸要好 先去胡說八道為題的演講 說連說三個胡說八道 哪三個 第一個林鄭把反送中定義為暴亂 是胡說八道 第二個台灣自古是中國的領土 是胡說八道 第三個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也是胡說八道 坦白說他講得很中肯啊 可是為什麼他可以那麼中肯 我講了嘛 因為他是退休 而且有錢的新加坡人嘛 所有的人只要在台灣這塊地方 或是在兩岸之間有遊走 或多或少都有些包袱 沒有辦法向曹新城 如此放飛自我 講得如此順暢 所以來了 其中包袱最深的人叫誰 那就叫做韓國瑜 韓國瑜主要上博恩夜夜秀 本來是他一個很重要的翻身杖 因為對博恩來說是怎麼樣 博恩是非常多年輕人喜歡 而且仰慕的知識型網紅 所以對博恩來說 很容易其實在那邊 只要答對一題 他馬上的陣仗就翻身了 結果沒想到博恩去問他 哪個國家最危害台灣的安全 韓國瑜支支吾吾回答不出來 結果博恩再度去追問說 我只要一個國家的名字 韓國瑜還是回答不出來 其實大家都以為故事到這邊為止 其實沒有 連會後的記者會 媒體都問韓國瑜 到外界質疑說 你沒有明確說哪一個國家 今天可以再講一次嗎 連那麼記者 在記者會如此的 單刀直弱問韓國瑜 韓國瑜都說 我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 我們最大的威脅 軍事威脅 在70年來 來自哪個地方 講得非常清楚 沒有模糊空間 有沒有第三題 關鍵是有沒有下一題 韓國瑜還是避而不答這個問題 所以對韓國瑜來說 這真的是他的所謂阿基里事件 他根本不敢去回答 這個有關於是兩岸之間 最敏感的那個議題 就是敵我之間 誰是敵 誰是有嘛 對不對 這是最清楚的 你現在先把敵跟有 借聽清楚後 後面才會談所謂的反滲透法 這個議題嘛 對韓國瑜來說 如果他連大聲的說出 對台灣有威脅 那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種話他都不敢講清楚的話 我根本不敢相信他在對 反滲透法中的任何立場 再來呢 回過頭來談反滲透法 我認為談反滲透法要非常小心 幾件事情 我認為大家邏輯要搞清楚 第一件事情 我支持反滲透法 不代表我要支持這部由柯建民 管碧琳 李俊逸提出來的 反滲透法的版本的每一個字 跟每一個條文 我認為現在確實有些人是抱持著 比如說某媒體老闆 他根本性的反對反滲透法 所以也反對這個由柯建民 提出來的反滲透法的版本 可是對我而言 或是對於一些人來說 我們支持反滲透法 我們也希望反滲透法可以立法通過 可是這個版本 確實有太多太多的問題 我進入這個法條的細節 來跟大家報告 第一件事情 在這個法條第三條 講白話文叫做 任何人不得受滲透來源的政治獻金 講白就是這樣子 不可以受滲透來源的政治獻金 那滲透來源是什麼 在這個法條第二條講清楚 講白了 大陸政府的組織機構或派遣之人 觀點在這邊 就是因為我們在收受政治獻金的時候 你根本沒辦法回溯繳 政治獻金給你的人 是哪一個 他背後的機構是誰 派遣他的人是誰 這東西在實務上 會造成候選人的困難 坦白說 我認為這個法條不好的地方 也就只有這一條而已 那誰的法條比較好 我認為王定宇所提出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正案會比較好 他裡面明確講出代理人的定義 第一個他要求這樣的代理人 要主動去登記 那如果沒有主動登記要怎麼辦 司法機關有主動去偵查的權利 跟偵查的義務 你把代理人界定清楚 負面表列之後 像我這樣的政治從業人員 我才可以去了解說 哪些錢可以拿 哪些錢不可以拿 所以整件事情我是這樣子 我認為在整個台灣的大氛圍下 我們很多人都是反對滲透的 這個大氛圍沒有問題 可有極少部分人 包含韓國瑜 包含某媒體集團老闆 他對於這件事情是甚至希望說 不要有這條法條出現 去捍衛台灣的民主跟自由 這東西我認為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 可是當退一步來說 如果大家都希望反滲透的大前提之下 我們有沒有必要在這個時候 去談反滲透法 我覺得這是個邏輯 比如說我認為對我很不尊重啊 明年1月11號 我可能是立法委員 為什麼這個滲透法 不是由我來制定 我可以當作反滲透法的民意代表啊 關鍵是現在的立約已經是舊民意 它不代表每一個人未來都會連任 對於這件事情來說 舊民意有沒有必要在這個最後期間 去通過這個法律 我認為大家可以討論 可是關鍵是 這個法條不要被塑造成 我希望逐字逐句討論這個法條哪裡不好 就被扣上紅帽子 就被扣上希望對外來滲透我們的紅帽子 至少第三條 任何人不得受滲透來源的捐贈跟政治獻金 要把滲透來源定義清楚 後面有人說了 可是你即便收受了 你也不見得會被判刑啊 因為後面還要有司法機關的處理啊 可是想像一個場景 如果我被司法機關調查了 後面即便我被不起訴 有同樣的媒體的曝光量可以還我清白嗎 又或是我身為一個普通人 我為什麼要受這個媒體的不斷的被調查 所以坦白說 整件事情是這樣子 台灣大氛圍 兩岸關係已經進入到選戰的最核心 在這個議題上 我認為國民黨跟民進黨現在兩個都陷入到一個互扣帽子的環節 當國民黨去扣民進黨要再賣最後一匹芒果乾 跟民進黨去扣國民黨說 你反對反滲透法 你就是賣台的時候 這件事情已經失去理性討論的核心 可是我希望大家要保持一個概念是 我支持反滲透法不代表我要支持柯建民提出的版本 我也不代表我要支持柯建民版本的每一個字 我問一下李正浩 投票率高低喔 到底對藍影響比較大還是綠 其實當然是啦 投票率越高的話代表是年輕人出來比較多啦 因為老人真的是鋼鐵韓粉啦 他就叫鋼鐵韓粉 有聽過鋼鐵鷹粉嗎 沒聽過鋼鐵鷹粉嗎 之所以是鋼鐵韓粉就是 他無論如何都會投票 鷹粉都很鬆 韓粉都很鋼 這不就是這樣嗎 那好除了談這個 那還有談什麼組織票啊 組織票國民黨或韓國瑜誰比較厲害 或是說國民黨立委誰比較厲害 還是國民黨組織票比較厲害啊 可是民進黨是談什麼空氣票啊 形象票啊對不對 所以說當投票率低的話 那個組織票盤固住了嘛對不對 所以那個對於 尤其是內湖南港 那個組織盤是很穩的 就是他是有可能把南港的 每一張選票都炸出來的 就是高嘉瑜對投票 所以投票率低就對李恵秀有利 是是是 然後年輕票投票率高就對高嘉瑜有利 所以說整個大盤一定是投票率越高 表示年輕人被吹出來越多啦 而且再問一個 譬如說在外地工作或外地讀書 是年輕人還是老人 其實坦白說還是年輕人啊 那在外地結婚了呢還是年輕人 就是其實整個大局沒有人反過來講的 其實真正的局勢一定是說投票率越高 表示年輕人參與度越高 這個在過去幾次選舉 都是成正相關的趨勢 好 我們稍後再回來